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各位同学又来到我们店长管理个案 我们这一个单元的话谈的是 百货零售业的店长管理个案 是有关百货零售业的店长管理个案 由于百货业是一个 比较不同的一个业态的那一个 经营的方式 因为是他跟一般大型的百货公司里面 一般里面有大型的百货公司 中型的百货公司 在大型的百货公司里面的话 他的楼长 就已经是很多联手店的店长的 那一个工人在里面 假如说百货公司的那一个全店的 那一个店长等于等 几乎是等于一家公司里面的那一个经理了 所以假如说大型的百货公司的话 是没有被老师我 在这一个店长管理个案里面的 那一个资料库里面搜集的时候 所收集的 然后上那一个什么 比如说 新光三月百货 大圆百 等等的这一些百货公司 因为这些大型的百货公司 他的经营形态 跟一般的那个联手业的店长管理的 那个经营形态的话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因为他的楼面积是非常大 而且他经常是商圈管理里面 百货公司经常成为一个 主标的物的那一个经营形态 他基本上跟一般联手经营的话 跟一般店长管理方面的话 是有非常大的出入 就这一方面的话 所以老师我在这一次的 那一个店长管理个案里面 就把那一些大型的百货公司的 就已经排除了 所以等一下在里面介绍的话 都是一个中少型的百货公司 到时候的话 各位就可以会理解到 因为中少型的百货公司的话 像我们这边要介绍的33百货 那他本来就不是一个 非常大型的一个百货公司 他的店长的管理 虽然比一般的那一个 联手店的那一个店长管理来说的 楼面积的话会比较大 但是仍然是一项管理方面的一个 店长管理方面的一个经营方式里面 依然是有相类似的地方 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呢 就会特别会拿出来 特别拿出来去讨论的 这个是百货业的部分 这些零售业的部分的话呢 是因为我们以业态来分的话 一般我们会把零售业分成 便利商店的那一种 业态的形态的零售业 第二类的话就是超级市场的 比较大型一点的那一种 业态方面的那一个零售业 最后的话呢 就是会以量贩店的那一种 业态的那一个零售业的那一个分法 在这三种的分法里面的话 由于我们的那一个便利商店 它的经营的方面的管理模式 已经有非常足够的那一个 自己成立出来的相关的那一个 管理的模式存在 值得足够来探讨 所以在便利商店方面的话 老师直接就以便利商店的 店长管理个案的一个模式 单独成为一个单元 单独成为一个单元 来探讨到那一个便利商店方面的 店长的管理个案方面的一些 一些故事 一些小故事 要跟各位做分享的 而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它还有一个就是量贩业的部分 量贩业的部分 由于量贩业的部分的话呢 它是比较一个大型一点的一个做法 它跟一般大型的百货公司 都有一个叫做商圈的那一个 主标的物的那一种吸引力 它的经营模式的话 很容易很容易就会跟那一个 一般的那一个零售业的那一个经营模式 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它在商圈经营里面 你会知道 我们经常要找一个商圈的时候 都要找一个叫做主标地物 那个主标地物的话呢 是有足够的 致命的吸引力在里面的 那一般我们会拿到的 都是百货公司 大型的百货公司 还有大型的量贩店 它们都具有这一种很特色的那一种 致命的吸引力的那一种 经营的方式 那所以在里面的店长的个案的 分享的时候的话 实在是跟一般的那一个 联手经营的方式的店长 是有一些差距 是有一些差距 所以在街里的百货业 跟街里的零售业 我就把大型的百货公司 还有大型的量贩业的零售业的 都排除了 所以这里的话呢 就只剩下 那一个中型的 中型的超级市场 的零售的业态 来做介绍 好 一开始花了一点时间 解释了百货零售业的定义 那我们现在开始 就把那一个内容 去跟各位介绍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头影片 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山山百货 山山百货 山山百货的店长的管理个案 好 那一开始的时候 他山山百货的店长 他说 门市同仁是公司的支柱 门市同仁是公司的支柱 他故事的内容是这样说的 他说危机就是转机 而危机处理得宜的话 可以为门市 创造无限的商机 建立良好的现象 反之 这可能为门市 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还有商欲的损伤 而每天发生在门市的状况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不仅会发生在顾客身上 甚至连我们最亲密工作伙伴 还有他的家人 都有可能发生令大家 意想不到的事情 因此 如何化解危机 正考验者 店长的智慧 记得有一次 那个母亲节的初销的后期 人潮比较多的时候 业绩也比有遗忘 多出了好几倍 因此 门市会随着人潮的关系 激动延长营业时间到晚上十点半 平常大概到十点钟就会打烊 正因为这样的话 一位专柜同仁的先生 接着一些酒意 前到门市大吵大闹 并且做事要摔一些东西 害得其他专柜的同仁 跟在场的顾客 都不得了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刚好店长正在二楼的店老桌旁边去看账 赌账 以了解当天的业绩达成的状况 当一楼的同仁通报之后的话 店长立即前去查看究竟 店长刚刚才下楼梯的时候 便看到专柜的同仁跟他的先生 呼双的拉扯 先生大声的说他 你不要管我 否则连你也有事情 店长就走过去 很温和的问他 请问有什么事吗 那一位先生不等他说完 便立刻的质问就说 你是店长吗 你知道现在是几点了吗 为什么还不打烊 你是什么意思啊 接着又霹雳巴拉巴拉巴拉 就骂了一下 指责了店长他们 还做事要打那个店长 那一位喝醉酒的先生 就做事要打那个店长 他还毫不客气的 跟那个店长说 他才不做了 他做了要离职了这样 然后当店长听完他的抱怨之后 心平气和的就跟他说 你拍他做跟不做的话 除了要知会门师之外的话 还要取得公司的同意 至于他愿不愿意在商商继续服务的话 那店长本身是没有意见的 那一位先生听到之后的话 就这样说的话 更加愤愤不平的话 就离开了 那那个时候 店里的打烊的那一个 那个晚安曲 已经开始播放了 浴室的话 店长就请那一位 专柜的同仁 先跟着他先生先走 后续的工作的话 就委任其他的同仁去带回处理 就要其他同仁先带回处理 当那个专柜的同仁 想要跟那个先生离去的时候 或许那一个先生 已经是老收成路了 竟然摇下车窗 把他的皮包 手机丢了出来 然后就大声的说 你晚上不用回来了 晚上不用回来了 最后的话那一位同仁 只好无赖的 打电话到梁家 然后 只好回梁家 那这个过程 就这样的结束了 整个过程就这样的先结束了 打烊下班之后的话 店长不断的思考 这件事情的处理 事件的发生的时候 应该立即 请他的同仁家人 到办公室 以免在卖场里面 去悬化去闹 影响到客人购物的权益 店长会觉得 其实应该这样做会比较好 第三点的时候是说 延后的打烊时间的告知 应该是相当重要的 需要到招位的时候就宣打 应该一大早就说 不要等到最后临时的时候去说 这样的话会很容易令家人 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 这一种问题发生 真实是会不必要的 当一个尊贵的同仁彼此之间 也应该要加长互动才对 相互告知朝位里面所宣导的那些事情 要做什么 要延长打烊 什么样的这些事情 要赶快互相帮忙 互相的传说才对 专柜的同仁 没有视线告知 家人延后打烊 让家人在门口里面 门口苦苦的去等 这其实是不好 打烊的时间 的拿捏 那必须要插到好处 必须要插到好处 好 那就是电影里面看到的 我们下一张投影片再继续 他就说 天长再次的斟酌 有感于事情的严重性 事情的严重性 特地的就跟那个专柜的同仁 要了他先生的电话 希望能向他解释清楚 并取得他的谅解 以避免了 专柜同仁夫妻之间的 那一个和气 就不好啦 对不对 所以在交谈的过程当中 得知那位先生 并非刻意到门市来胡闹 只是有感于他太太的配班人员 刚好离职 而公司方面还不考虑任用一些新人 导致他的太太必须上整天的办 因此跟家人相处的时间相对的减少 他不希望他太太只顾着赚钱 而忽略了家庭 所以才会一气之上 闹到门市 之后 他也觉得很后悔 还在电话当中 跟店长致歉 而店长经过这一次交谈之后 也体会到了一下子件事情 第一个 尽可能准时打烊 让同仁可以多陪陪家人 尽量可以准时打烊 让同仁可以多陪陪家里面的人 第二个 不要只要了解顾客的感受 更要实时关心部署 还有他家人相处的状况 不能只关心部署 也要关心自己的底下的员工 因为员工发生问题 他很容易在他的服务过程当中 周围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出去 其实对公司是不好的 第三个 就是利用了节庆 写封信 或是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部署 还有他的家人 第四 让家人成为门士同仁坚强的后盾 让同仁三半的时候 无后顾之忧 第五 人和 家和 万事和 门士才得以运作顺利 门士才得以运作顺利 经过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让店长深深深的体会到 在店铺的运作当中 往往会发生一些 撂赏不到的事情 其中包括了 顾客抱怨 危机处理等等 事先的防范固然重要 事件发生的时候的危机的处理 更需有不忍的智慧跟勇气 才能降低伤害 做得好 可以借着事件鼓舞同仁 不好的话 则会可能遭致到更严重的后果 因此 如何化危机为转机 正考验店长的应变能力 所以店长认为门士同仁是公事的支柱 门士同仁是公事的支柱 好 那这个故事就讲到这边了 我们要看另外一位三三的 那一个店长 他所要说的故事 我们来看下一张投影片 好 我们要看另外一位三三百货的店长 他说的故事了 他说即使错不在我 能以诚意负责 能以诚意负责 店长记得在2002年9月12号的那一天 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直都记得清清楚楚 好 店长是很深的印象了这件事情 不然他不会连玉子都记得 在一年上了七天的班 终于轮到这一天休假的时候 所有的重要工作 也都告一段落了 选这一种时候来休假 心情自然是轻松愉快的 当时店长正在一家餐厅 跟他太太愉快的用餐 没想到喔 电话的铃声也来臭热烙了 原来是副店长喔 拨电话来说喔 店里面有紧急危机的状况 有一位啊 国少二年级的女生喔 在一楼的那个施品区喔 把脚喔 跪在地层的玻璃层板上面 结果玻璃破裂了 吃伤了他的膝盖 血流如注喔 然后少女生通的哇哇大叫喔 然后他们副店长他们喔 已经派人陪同家长喔 港警的喔 送到持有医院那去做急诊喔 所以打电话喔 向店长来报告一下这件事情喔 西医长喔 急也没用了当时 所以便请副店长喔 指派人员喔 将卖场危险的玻璃的 那一个东西移除 立即喔 整理卖场 恢复整齐 清洁安全 并向处长报告这个事件的状况之后的话 然后再到医院去了解整个状况 提醒他喔 先向少朋友的家长致歉 安抚家长的情绪喔 设法为他喔 解决困难 这个时候顾不到食物有多伟媚了 多好吃了 结完葬之后 直接就去竹南的持有医院 义路上的心情啊 还真有一点点复杂啊 当时喔 到了医院之后的话 在急诊室喔 见到副店长 还有奥老的家长 躺在病床上 身穿了Hello Kitty 可爱上衣的少女生 眼眶红肿 痛苦的表情 啊 真让人啊 觉得十分不舍 走向前去的时候的话 想想想表明自己的身份 至上诚振的那一个愜意 并询问喔 目前的情形 需要协助的地方 那金光X光片喔 拍照之后的话 那有看到伤口大概长12公分 伸2公分的隔裂伤 缝了41针 所幸喔 没有伤到什么古墨 或者印带那一些地方 还好喔 第二天的话 就带着鲜花啊 水果啊 到那个小朋友家里面 看一下受伤的那个小女生 因为小女生已经 已经出院了喔 看见小女生的母亲 很生气的说 受伤的脚 越来越重了 于是建议他喔 到比较大的医院去做检查 确定伤口有没有处理好 并且表示喔 店里面会尽最大的诚意喔 解决问题 第三天的时候 打电话去关心的时候 小女生已经跟他爸爸 去了长根医院做了检查了 因为喔 也怕小女生长大的时候 如果有伤口的话 就不好看了 当然对于商店来说 也是比较好的 多检查喔 避免事后 又有其他什么状况产生 反而更麻烦了 到第四天喔 再去看的时候 刚好那个小女生也在家 但是表情依然很酷喔 不太爱理她们喔 听她的母亲说喔 还好有去长根医院检查 并将伤口重新的再缝合一次 因为当天持有医院喔 没有将伤口做好完全的消毒喔 伤口的缝线也太粗了 伤口好了 恐怕会留下一些很深的痕迹 长大以后都会很难看喔 但喔 店长唯一比较在意的地方 虽然感觉上 父母亲已经设下心房 但少女生喔 好像对她们的敌意喔 好像还是很重 现在也只好多逗逗她开心 仰大看到她们 不会像看到玻璃城板那样 有距离 那种恐惧喔 到第六天喔 再一次要去慰问她的时候 突然喔 想到受伤那一天 身穿Hello Kitty的衣服喔 那那个少女生应该是她的粉丝才得 一直就买了一些喔 Hello Kitty的那一个 勇毛娃娃啊 那一种东西喔 就打算送给她 也许喔 效果会不一样 结果那个少女生看到 Hello Kitty的那一个 勇毛娃娃的时候 喔 真的很开心 面带微笑的拿着礼物喔 跑去跟她母亲说 好可爱好可爱 脸上就露出喔 好久没有的甜美的灿烂的那种笑容了喔 后来 与她妈妈闲聊之间才知道喔 这个少孩子本来是很开朗的 在受伤之后 可能是受到惊吓吧 一直比较沉闷 所幸喔 现在情绪已经稳定了 接着喔 店长就提到喔 是不是该包一个红包 压压巾 这妈妈告诉我 要先去找少女生的 欸 那个祖母喔 阿嬷那边去谈一谈喔 跟阿嬷去谈谈看 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之后的话 他们就约定的时间到了阿嬷家喔 结果足足被罢了两个多小时 那对方是要求赔偿三万六千元 当少女生的美容费喔 离开之后的话 店长先打电话 跟处长报告结果经过 虽然意外发生喔 探究那个责任 这个店方面喔 并没有疏失 自然没有义务去理赔呀 但在回悟顾客最大的利益 跟那个顾客满意的前提下 还是得设法喔 去解决 这样才能完满圆满的喔 所以再一次打电话给那个少女孩的母亲 没想到喔 少女孩的母亲竟然表示缺义喔 说那个因为少女生的阿嬷喔 她们比较冲动喔 脾气没有控制好 只要包三千块红包压压心就好了 不要理赔了 三万六喔 好她就说不要了喔 这几天见到山上喔 处理整件事情都很有责任感 也很有诚意 事前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就好了喔 这个时候店长听了以后 松了一口气 之后大约喔 每隔三四天喔 都会去看一看那个少女生 一直到她康复之后 大概整个两个月的时间喔 都不断的去看她喔 去跟她聊天 处理这一件案件的时候喔 真的没有把握 可以处理的很好 但是喔店长知道 诚意 喔 诚意 是为了顾客 搅赏 这是最重要的 现在少女生跟她的祖母喔 还会到山上来购物 并且露出了一种灿烂的笑容喔 各位同学喔 从这个案件里面喔 你会发觉喔 山上他们喔 处理这件事情喔 真的足足花了两个多月时间 很多的那一个店里面的处理喔 不会处理到这样 不会处理到这样喔 然后上她这个个案来说的话 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把这件事情全满 圆满解决喔 然后才开始 店长才不要去啊 才没有常去那一个家里面去 问一问 其实她的诚意喔 真的是非常非常够 各位在服务业的时候 有时候的那个拿捏喔 真的不容易喔 真的不容易喔 那一种比较大 中大型的公司的话 他们就会比较会很在意 顾客的那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案例 处理的快两个多月 真的不见 不常见喔 老师在服务业那么久 所听到的故事也不少了 上听到这一个 处理快两个多月的案子 真是不常见 不常见 好了喔 这个故事可能要到这边 我们再听另外一位桑桑的 那一个店长所说的喔 我们看下一张头影片喔 我们再看另外一位桑桑百货的店长 他怎么说喔 好 那个少故事呢 他是说喔 面对问题喔 居中协调喔 那一个故事的话呢 是发生在这个店长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 职员的时候的喔 那店长想起很早很早之前的一个 夏天的一个早上喔 那门市同仁正忙着 搬货点货的时候喔 店长早遇喔 那那个时候是一般的职员 应该是喔 然后看到蔡嫂姐带着少朋友 在店里面来买东西 然后少玉呢 他就跟蔡嫂姐亲切的打个招呼之后的话 就瞒着喔 把那个货喔 从货上拆下来喔 拿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 蔡嫂姐拿了一大堆的服饰喔 或者玩具喔 到那个柜台来结账 那少玉连忙喔 放下手边的工作喔 就到收银台了喔 帮那个顾客做结账喔 结果吃了好几张的信用卡 都没办法刷卡成功喔 那那个时候蔡嫂姐突然之间就去 就骂了喔 指责那个少玉服务态度不好喔 那少玉也很精紧的喔 就当时就向副店长请求支援 那副店长也了解情况之后的话 就跟蔡嫂姐解释喔 请她喔 向信用卡中心询问一下喔 自己的信用卡的期限 还有额度的问题喔 眼看着喔 蔡嫂姐喔 边走 边口中喔 恋恋有词的离开喔 同仁喔 也纷纷的讨论著喔 蔡嫂姐的EQ喔 怎么跟平常喔 有那么大的落差 平常蔡嫂姐不是这样的喔 没想到喔 下午的时候喔 蔡嫂姐又拿着信用卡来喔 才买那一个商品喔 结果还是没办法刷过喔 这个时候喔 她突然之间拿起了包包 然后K少玉喔 然后她那个少玉 还有旁边 在旁边的一位顾客王嫂姐喔 然后喔 大步的离开现场喔 哈 因为她拿着皮包一飞喔 那那个时候的王嫂姐喔 被突然起来的那个状况 嚇了喔 嚇到哭了喔 那少玉呢 就赶快喔 安抚她的情绪 并且喔 赴店长来处理喔 等到王嫂姐喔 叫来平息之后的话 问她的身体喔 是否还有问题喔 需不需要到医院去做检查 王小姐就说 她可以自行回家喔 她可以自行回家喔 到了晚上喔 她的先生喔 都到店里面来 了解当时的情况喔 王先生说喔 她老婆怀孕喔 来山山买东西 竟然会被人家打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公司要负起全责喔 山山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假如协调不成的话 就只能走上法院一谱喔 告喔 那店长的话呢 连忙喔 就安抚那一个王先生的情绪喔 也承诺喔 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送走到他们之后的话 店长也请副店长喔 去找到那一位 邵小姐的通讯弟子喔 联络后的话 前去拜访 和她的先生谈过了才知道喔 原来喔 蔡小姐精神不好喔 需要以药物来控制情绪喔 最近她忙着工作 舒服对她的关怀 才导致喔 她会有这种脱轨的 那一种行为举止喔 但林先生知道喔 对方没有什么大量的时候的话 竟然说喔 打电话盗窃就可以了 她很忙 根本没办法登门盗窃 而经过店长喔 多次跟她交涉 并且说明对方的要求喔 那个林先生喔 才终于软化喔 愿意和受害者碰面 店长越了双方碰面 互相了解 在了解状况之后喔 因为王小姐的身体 也没什么事情喔 王先生的话呢 最后也接受了 对方的盗窃喔 在双方的认同之下喔 整件事情 也圆满的落幕了喔 也圆满的解决了喔 突发的事件喔 最能考验人的应变能力喔 这件事情喔 也让同仁了解到喔 以诚意来解决对方的要求 让双方都能互相体谅 以关怀来了解对方的感受 降低受害者的愤怒 以负责来面对问题 找出真结 以求解决之道 以爱来化解彼此身心中的障碍 让双方喔 都释出善意 商商所提供的 不仅仅是一个购物的摆货公司 而且也提供了一个舒适 安全 关怀 有家味道的一个购物的环境 好 故事就说到这边喔 那我们要看下一张投影片喔 好 那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看另外一家企业的店长 他们的一些故事喔 好 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生活工厂的店长 他的小故事喔 好 他故事是说 从躲雨路过到金卡消费 躲雨路过到金卡消费 好 故事是这样的喔 有一个下雨天喔 有一位住在东湖的马曹姐 全身湿答答的就走到店里面喔 他表示喔 真要到公司途中喔 通常刚刚遇到大雨 就到店里面来躲躲雨喔 由于雨势不少喔 马曹姐就在店里面睡去的去逛啊逛啊逛 虽然喔 知道喔 他并不是特地来买东西的 那对他的业绩 对店的业绩不会有多大的帮助喔 但是喔 依然的喔 维持一贯的服务态度喔 适时喔 跟马曹姐推荐公司的一些产品喔 之后喔 马曹姐变成了店里面的常客喔 除了亲自到店里面来买东西 她也常常一通电话来的时候 都要她喔 帮忙喔 要店里面帮忙她 准备好她要的东西 带她有空的时候过来啦喔 又或者喔 是她想要的东西 在别的店买不到 她就会来接你喔 因为这家店里面喔 即使店里面没有喔 也会即使这家店都算没有 也会帮她想办法掉到喔 就这样喔 马曹姐喔 由一个初次到店里面躲雨的客人 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喔 就成了那家店里面金卡的使用者喔 凡是在店里面消费满两万五千样 两万五千元喔 就会拥有店的金卡喔 然后也跟那个店长喔 她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喔 所以有时候躲雨 也一样要维持一贯的服务的态度喔 喔 那整个分析里面来看的话呢 就是 来者是客 代之以平常心 乃克数的提高 是一个一个努力用心累积的一种捷径 如何让顾客再度上门 经常上门更是一门学问 由一个躲雨的过路客 一路走下来成为金卡的使用者 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显现喔 经营用心跟服务的那个深度 好 我们要看另外的生活工厂的店长 他要怎么说了喔 他说只有一个人当班的店 喔 那生活工厂要一个人当班 其实不容易 因为他店通常都比较大喔 不像一般少店喔 好 那个店长他说 他担任店长这段时间里面喔 所遇到的偷歪拐骗的事情喔 只有一次 而造成这个事件的发生 主要是因为公司制度所产生的 而由于公司人事制度的规定喔 他们店里面常常都只有一个人在上班 那一天刚好轮到他自己一个人当班 由于是吃饭的时间 店里面没有半个客人 刚好喔 就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向总公司去报告 就到离店门口喔 大概十公尺的公共电话里面去打电话 虽然是一边讲电话 他的眼睛仍然不忘记喔 定着门口喔 说得突然之间看到有一个人进店里面 拿了一篮子 开始选购商品 不到几分钟就是满满的一篮 于是店长匆匆的挂上电话 就回店里面 要等着为他结账 谁知道喔 店长回到店里面的时候 那位客人大概是看店里面没人吧 就把整楼的东西喔 倒到自己的带里面 然后大摇大摆的就要走出来 店长立即叫住他喔 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 那个客人结结巴巴的说喔 他刚刚本来想买些东西 后来又不想买了 所以又通通的放回去了 又把东西通通的放回去了 但是按照店里面东西摆设的情形来看 根本不可能在短短时间之内做恢复原位 于是我要求他把随身的带子让店长去检查 或许这个客人只是因为看到店里面没有人 而临时起了一种贪念 所以他丢上了带子喔 拔腿就跑 竟然东西是没有损失 那店长也说不再最够了 那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喔 所以因为这一个人当班的店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吧 所以其实一家公司的制度喔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在联手店里面经营的时候喔 公司的制度喔 也是一个重要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我们看着要看 生活工厂另外一位店长他说的故事 他说喔做好商品管理避免缺货 那他故事是这样的喔 客户王先生去年年底喔 上店里面喔订购了年重尾牙的商品 打算好好的考赏他的员工喔 由于他在店里面是常客喔 相当的信任他们喔 当场就把钱付清了 并约定喔十天后就取货 这段时间刚刚碰上是年中啊 所以老板购买商品做尾牙 掌品的情形相当的普遍 因此店里面的商品有供不应酬的问题 就这样王先生所订的商品缺货了 到了约定取货那一片 还是凑不出该招出来的那个数量 当天上午喔王先生一大早都到店里面来 要将他所订购的商品运回去公司 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很不好意思的告诉他 他所订购的商品当中有几样缺货 问他是否可以改用其他商品来代替 王先生顿时博然大怒喔 只是说这么信任你们 为什么你们却没有事先知会我 一定要等到这一天 由于店里面的同仁 并没有处理过这一类的事情的经验 不能立即喔 让王先生获得满意的答案 就是火爆的场面一直僵持不下 同仁只好打电话向店长求救 其实这种事情应该喔 事先给客人一个电话 而当店长一赶到店里面 立即表明自己的身份 并且喔希望人以类似的商品来代替 让王先生顺利将他们带回去 虽然那一些商品订购都比王先生原来所订的 都还要高价格 但还是喔 店长还是以原本原来所订的商品的价格 给他避免超出原本所订的那种预算 由于店长的态度非常诚恳喔 再加上他处理的速度也很快 马上就把东西吊起 王先生终于不再坚持喔 还额外的买了很多东西喔 整个案子的分析就是喔 确实做好单品管理跟盘品作业 特别是在连中忘记的时候 第二个如果没有把货源供应出来 顾客预约的商品就要列入喔 不可以再贩售了 避免顾客提货的时候商品缺货喔 啊跟着就是 如果喔 确定客户预约商品缺货了 应该要提早告诉顾客喔 除了自却据实已告 同时提出事先规划的建议案 取得客户的那一个谅解 也不至于引起顾客抱怨 跟客诉的处理了 喔 好 呃 讲完了我们开始要谈到 另外的那一家公司的那一个店长的那一个 个案喔 个案喔 我们要谈的是超级市场喔 顶好超市的店长 顶好超市的店长 他是说喔 请听顾客的声音 买外双方零距离喔 超市店长的工作变化多端 而且内容防守 除了要维持店里面的营运水平之外喔 更要注意顾客的需求 另外还有行政管理以及培训后进的人员 喔 白佛里奇卓士喔 曾经说过 让平凡人做不平凡的事 可说是顶好welcome超市店长的最佳写照喔 因为喔即使再忙再累喔 他们都永远都是以最迅速最诚心的态度 面对顾客需求 让消费者每一次在welcome喔 超市里面的消费 就像到邻居家里面一样 亲切愉快贴心而且满意 因此喔 店长非常忠实跟顾客的互动 并且细心体会顾客的需求 同时也练就了一身猜一猜的好功夫 只要客户说出他要买的东西的特征 而店长都能猜到喔 都能知道顾客所需要的是什么商品 能如此贴心的了解客人的需求 自然都能与顾客没有距离 天来落笔灵的感觉了 这也许许许多多的顾客心理学吧 以致能证明自己的工作表现 从中激发自信使命感 成为最好的超市店长 不过喔 才遇到顾客想要买什么东西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喔 因为顾客描述有时候相当无厘头的 你必须与顾客的角度与心情喔 才能听得懂顾客的表达的意思 以下有几则很有趣的经验 经典的例子 记得当时还是当副店长的时候 公司员工常常喔 会简称他为副店 某一天忽然之间听到广播喔 要我到服务台 所以店长他就迅速的喔 赶到服务台喔 看到有一位旅客人喔 当时心里在想是否消费者有什么不满意喔 他们的服务的地方 而收文人员喔 就很震惊的表示喔 这位小姐找你 那一个店长他都很扫心的口吻跟他喔 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喔 所以直接那个小姐喔 依恋无辜的回答 喔喔喔 我只是想要问 户店在哪里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收银员要把你叫来 当下我立即知道喔 这个户店喔 非比户店喔 喔喔喔 然後 但他仍然不动声色的喔 领着这个小姐到该商品面前喔 并且跟他表示喔 是该有的服务 之后喔 他顶着很压抑而差一点掉下来的下巴 要求收银员应该以细心的心思来倾听消费者的需求 也借此为员工上了一刻喔 复店跟复店差很多嘛 那这声音都是听成这样喔喔 所以都只好把复店找来了喔 喔 身上的店长之后喔 他还某一天在那一个卖场捕获 突然之间见到一个阿嬷一直在收银间前台喔 很激动的喔 跟收银人员喔 比手画脚喔 那时店长就立即过去了解整个状况 收银人也用看到救星般的眼神 向店长求救了 可是他不知道这个阿嬷要买什么东西 于是喔 就请阿嬷再说一遍 阿嬷就说喔 喔要买一个嫂姐在跳舞 然后香味从裙子里面跑出来的香水 喔 喔要买一个嫂姐在跳舞 然后香味从裙子里面跑出来的香水 各位看官你知道阿嬷要买什么吗 喔 他马上的跑到卖场里面喔 随着拿了一瓶明星花露水交给阿嬷 下时之间见到阿嬷喔 那一个露出满意感激的微笑 并且高兴的喔 称赞她很厉害 这个时候店长也觉得自己真的很厉害 容易猜喔 这种能满足顾客需求的成就感 是工作上最好的回馈了喔 又有一次喔 来了一位打扮入室的阿嬷 要买奶粉 可是他收不清是哪一种品牌 收银人员猜了半天 还是猜不出所以然呢 就向店长来求救了 这位漂亮阿嬷喔 表示我要买亲戚不计较 那个电视区居民叫亲戚不计较的那个奶粉 你们有的卖吗 好了各位看官喔 也看一下亲戚不计较的奶粉 是什么奶粉啊 不好意思啊 老师真的不知道啊 好那店长的话呢 马上很肯定的回答告诉他 有 并且拿了喔 得生蜜 得生蜜奶粉给那位漂亮阿嬷 阿嬷很高兴的说 还是店长比较聪明 所有人也很惊讶的问他喔 怎么猜得到的喔 那店长就说 电视剧当中喔 主要演员有拍过这一支奶粉啊 再看一下阿嬷的年纪 连结一下眼前的线索 这一猜就中啊 这很容易猜对了喔 这些小故事是否也能引起你会心一笑呢 除了有趣的工作经验外 店长也将工作时遇到的挫折 转换成进步的力量 激励他自己去达成更好的服务 满足顾客的要求 毕竟以顾客的角度去看待一切 好好请进顾客的声音 将心比心的服务 让大家 让消费者没有距离 成为真正的好邻居 好 这个故事要讲到这边了 我们要继续看另外一位的店长 另外一位店长的那一个故事了 他说喔 温暖别人的心 一样能有成就感 以顾客为导向 一直是为康 经营力量 而提供物有所值的商品 以及舒适购物的环境 更是挺好welcome 超市里面努力的目标 超市工作内容既繁杂又所顺 面对市场激烈竞争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 以及伴随而来的挫折感喔 这其中的心情与干苦实在很难言语喔 而然既然是从事服务业 都必须要了解顾客的需求 掌握市场的趣事 才能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以热整的心来对待每一位客户 让welcome不只是超市 也是社区居民的好邻居 在服务业工作 每天的日子都充满着变化 在其中虽然令人感到挫折 或者说无赖的事件 但也有令人热泪盈眩的故事 记得某年11月的某一天下午 电厂接到了一通来自深奥国嫂 于建基老师的电话 他希望做一次呼外的教训 让学校的小朋友到店里面来参观 让他们有机会了解超市的作业 跟认识商品 对店长而言 这无疑是一个向别人介绍 挺好welcome超市的好机会 虽然他们当中有部分是身心障碍 或者说是过动而的小朋友 但令人确认为 他们是一群更需要社会关心 跟包容的孩子 当下就约定了预期跟时间 为避免造成顾客购物不方便 也让小朋友在参观 能够更顺畅的时候 特别错开了营业巅峰时间 跟购物的人潮 到了与余老师约定的时间 店长还特别安排一名员工协助参观活动 并在门口等待 不远回 就看到路口去有十位的小朋友跟五位老师还有志工妈妈 他们先在门口告诉小朋友基本的规定 不可以乱跑 要跟着老师等等的这些规定 然后店长发现 这些小朋友们 各个都活力十足 让带他们来的老师跟志工妈妈 都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因为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学的想法 而不受控制 但是老师跟志工妈妈 都会很有耐心的提醒他们 叫他们认识育场所需要的商品 各式蔬菜 水果 跟新鲜的商品 小朋友对于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超市 都感到十分兴奋跟好奇 不近了 开始多摸西凤的 不以为耳朵听到啪一箱 按着就在转角旁 有一个基金陈列架上面的地上 一旁有一个小朋友更是不知所措的 站在那里哭起来了 店长赶紧请去安慰他 先看看小朋友有没有受伤 旁边有没有其他顾客受到波及 小朋友了解到店长 他们并没有意识要责怪他 就开始笑了 老师也在一旁安抚小朋友的情绪 并给予机会教育 也对那个店里面表示惬意 愿意替小朋友赔偿分店的损失 那个时候 店长已经请员工先将地上的商品处理好 虽然一核基金破了 但是由于小朋友是无心自过 而且是身心状况特殊的过动儿 因此店长婉拒了老师的诚意 并请老师继续带领小朋友前往其他地方继续参观 在结束整个参观的行程的时候 店长拿出预线准备好的礼物送给这些小朋友 他们脸上都展露出随悦的那种笑容 老师也带领了小朋友向我说 店长阿姨谢谢你 他们天真的脸庞与可爱的同意 顿时让店长感到非常握心 隔周 他们就收到来自深奥国小校长所颁发的感谢状 表达他们对分店的参观的这件事情上 所提供的协助 虽然只是一件少字 却使店长觉得收获满盈 温暖别人的心 一样仍有成就感 这种成就感就是工作的原动力 就是工作原动力 各位同学 这就是有时候在我们工作之余 能帮助一些弱势的人 其实我们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 对不对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了 好 谢谢各位 我们下一次单元要谈其他行业的了 谢谢各位 再见 拜拜